来之前呢,我来之前,可能有在座的几位,几位也看见我刚才拍了,其实很简单的一个,举一个例子,一个是什么呢,刚才看见就是几个姐姐妹妹在那里,自己拍,自己在那跳,在那玩,但是呢,就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那站着,他拿一成交拍,后来我跟他说,我说你上大官员来拍人, 你第一要把大官员的背景拍下来,如果你拍一个人,你连大官员背景都拍了,你为什么要拍,要上大官员来拍呢,后来他听我的意见了呢,他就换成了短头,就咱们短,二十七零头,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呢,我拍人,咱们可以拍特别清楚,可以用架子拍,但是作为咱们来拍,拍慢不拍快,拍动不拍静, 拍虚不拍实,所以那正好那人在这这么这么转圈,我说你宁肯十张片子有一张能用,你也比拍一百多张这样的好,我说这也是咱们的就是审美价值观,因为咱们是西城摄影家协会,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,来了一个小鸭子,来了一个小鸭子,就在前头,然后我跟他说,我说咱们拍这姑娘,漂亮,没问题,小鸭子也漂亮, 但是你把小鸭子和这个姑娘怎么结合起来,后来我跟他讲了,后来旁边人说,你干嘛要把小鸭子和这个姑娘搁在一块,我就得瑟了一把,《红楼梦》里有这么一段, 贾连带着宝玉去吃酒,然后弄一帮妓女吧,就是妓女,说咱们都一人给妓女做一个师吧,然后其中有一人就说了,叫,这丫头不是那丫头,没钱来买桂花油,有这句话没有? 对吧,咱们在《红楼梦》《大观园》里头拍了一个鸭子,后边是一个姑娘在那儿跳舞,当然这有点负贵,但是你要有文学思想的时候,你就觉得你拍的这个情节,和《大观园》和这个故事就结合到一起了。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,就是咱们是,大观园是特别漂亮,但是按咱们开风光摄影的要求讲呢,风光摄影,秋天,春天比较好,夏天确实不太好拍,所以呢,就是说,就是所有的建筑物按咱们想说,楼台阁,其中一个屑,屑是专门指淋水建筑的,只有你拍屑,才叫水,你要是拍楼, 隔,它不是什么,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些事,它既然是活动,不是说叫大家来,大家来随便拍了,而是有一个主题思想,水,基层,环境,事情,尽可能用润来说,但是这回呢,咱们既然是拍水,我特别强调一下,不是拍水戏,不是拍水戏,而是拍水运,大家记得这个运没有,就是各种风格的, 这个其实为什么叫拍水运呢,技术摄影风格就是要求大家有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从技术上讲,你可以用慢门,也可以用快门,也可以用街片,对不对,你可以说的用借景,或者拍人拍荷花拍小鸟,都可以。 关于带别的发挥自己的其 casa编程欸らARA